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参俊系的类似这样的系列的研究 是我们这篇文章开始的 我上个礼拜也一再强调 对于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资料 我们如何把它免罪起来 那就是把这些资料 按照他的共性 所谓共性 那就是他们之间 彼此都提到同一个名字 一定就是有 彼此是看到同一个东西 由此再延伸出 有关这个名字 那事实上就是参俊系 这个名字里边的内涵特色 把这内涵特色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再怎么样 再把其他的资料 和这些内涵特色 有关联的 又把它免罪起来 免罪起来呢 因为新资料 会不会有新的事件 发现呢 就会有 于是对于参俊系的具体的内涵 我们就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丰富 这是这种研究的方法 各位留意这一点 这很有用的 对那些啊 拿你捉蜂浮引的东西 因为戏曲啊 自古不受重视 所以资料都非常的零碎 那么学者如果没有一个 整密的那个 这个逻辑的思维 和处理资料的能力 你是很难给他 呃 加以这个考察的 好 那可以说呢 主体 大概利用这个方法 包括我们下一篇要讲的 民间小戏 这是公平小戏 早期的民间小戏 也是一样 所所应用的方法 可以说是怎么样 是 同样的方法 但是同中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参军戏到宋代 它改成为杂具 杂具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是广义的 是汉那个西汉的脚底戏 东汉到南北朝的百戏 杂 杂 都形容它那样 怎么样 非常复杂 多样性 等于民间的各社各样表演艺术的综合体 就叫百戏 杂具 可是在宫廷里边 他也有直接作为参军系的狄派祖孙的 从唐宫廷直接传到宋宫廷的 他就取他的狭义叫杂具 我们把杂具的同样的片段资料汇聚在一起 就发现自称杂具的也好些自称参军系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所谓杂具事上有参军系下来 是不是非常正确 直接的证据 就可以拉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些按照刚才说的方法 于是又建构出了 宋杂具的怎么样 整体的概念 这个整体的概念 我们 有没有在 第38月以后 有没有一个综合的结论 各位看46月的小节 在这个小节之前 我们看到民间送金杂具 院本考树 民间的 那这个民间里边呢 我们把一些 从文献 还有再从什么 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 各位啊 这个田野考古资料有许多 和 参军系 尤其宋杂具 密切关联的文物 文物图像 或者寿像的出土 那拿来呢 和 书面上的文献互相印证 那 各位这在学术上 就是怎么样 就是最坚实的一种方法 文献和食物 因为食物就是 曾经在社会里边存在过 遗留下来的东西 那文献是对这个的 书面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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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食物留下来 不磨而合 那是不是 就是具体中的 事实呢 所以像这种啊 能够以食物 来印证文献 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上 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各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很早 很早 那 那个时代两岸还没有开通 我这些资料都从哪里来的呢 这中央研究院 有一家特长室 刚说因为中央研究院它研究 所以有特殊的管道 可以把大陆的这个书啊 杂志 购买进来 但是在这个特长室要看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我那个时候只是 博士研究生 没有名位 到后来呢 当了台大的副教授 也还很年轻 可是我可以进出极自由 要看多少就多少 这一招啊 我教你们 哪一招呢 人啊 最难挡的 就是情 最难挡的情 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 一定和图书馆的管理员 建立交情 那我儿的为人啊 很容易就与人 这个拉上关系 尤其我还有一招特色是什么 能喝几杯 对不对 那这些人啊 在几杯黄汤下 说话就意气天言啊 就容易成为朋友 那到每一个地方 我在哈佛大学 密斯根大学 史坦福大学 这个莱顿大学 到处都一样 台湾大学 我还改革台湾大学的图书馆 后来我一再强调 台湾大学要开架式 不能够 学生要借书 查查查了半天再找 在外边等了半天 你就让学生进去 他们就说脱书和毁书 我说被脱被毁太少了 但是所说到的 得到的这个什么呢 方便和学术的功能很大 后来 我说人家洋人这时候 可以称低流的国家是这样 我在哈佛大学只有一本书 他们就替我追踪啊 追踪 到南部的大学 调过来给我啊 这才是个先进国家嘛 那大中研究院的图书馆 没有目录嘛 你知道吗 没有目录 在大陆就靠着一位老先生 他凭他的记忆 管理几十年 什么书摆在哪里他知道 这种情形我在中文系 原来我是中文系啊 哪一位老师要书 真有意思帮我找个书 好好说好老师 你要的这本书 第五研究室的第几櫃的左边 为什么啊 会怎么这样 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向 这个系主人说 老师我们 中文系里边的这个各研究室的图书啊 杂乱无章 我来整理整理好不好 好啊 好啊 于是说 我们中文系 第十研究室甲骨文 第九研究室戏曲 第四研究室 是这个诗词 第二研究是诸竹百家 这个第五研究室是日局的 是我当年把它建构起来的 这些书都经过我手 你说我要用的时候方便不方便啊 老师呢 一说 我一抓就过来 书是和你有情感的 所以各位啊 你们有空的时候啊 像台湾大学 像国家图书馆 中央研究院 现在都开架了 你们应当进去 浏览他的 这个图书里边的 这个设备的秩序 分裂的这些啊 要了解 尤其列书摆在哪里 这些都是资本 都是资源 我现在当然都是 佩金帮我处理 佩金帮我处理 因为他太能干了 所以我就变笨了 但是 当年我是这样训练自己的 加上你和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有交情 他就让你进 别人不能进 进书库 我就能进啊 别人不能进那个特长室 我就从后门就进去了 所以我才利用这些资料 来印证 来印证 在那样早期的时候 就可以写出这种文献文物 所以我不是有一个论说 戏曲 细取 资料里面 文献之后就是什么 就文物 文物 这个 这个 所以我们这一篇里面 用了很多的文物 而且都可以印证 甚至于都可以解决 所以啊 学者呢 判断错误的 比如说他文物里边 那些人物都是排列 那几乎 一般学者 都瞎猜 瞎猜就是 这些人物 这是 这是什么样的蛋啊 末啊 这个 装菇啊 装蛋啊 静脚啊 这样瞎猜 各位要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使得我们的 看法 超越别人 还是一样啊 把同样的怎么样 同样类型的这个文物 通通摆在一起嘛 一观察一观照 我说文物之间 他就会互相碰撞 互相生发 互补有无 他就会 几乎可以对话 比如说啊 有两件事 有一件我觉得廖斌说得很好 廖斌说得很好 廖斌说得很好 他说啊 原来庄姑 在宋经杂志原本里边 他五花串肉 我们上礼拜说过的 庄姑 庄蛋 只是怎么样啊 只是临时加入的 所以他地位不如静默 可是 为什么这些 图像里边 图就是官啊 后来呢 图像 画出来 那个庄 官的 都摆 都 居于中央 位居中央 位居中央 他说啊 这是因为民间漫漫的 是怎么样 这个 趋向于 官 就是希望 大家 福禄寿一样的 加官进爵的期望 他对于沐沐和附近常常弄错 这个我都给他纠正 还一点 一般人没看出来 那就是 这个在早期的 宋杂志 都会有一位 叫参金社 参金社又称竹竿子 竹竿子 因为他拿着一只竹竿 那只竹竿是干什么 指挥用的 指挥集团进出 指挥音乐演奏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乐团里边的那个 乐队行进的时候 那个指挥都是拿一根什么 说拿一根这个 就这样 上下这样摆动啊 那个是参金系的竹竿子的 移影 所以早期的都是 拿一只竹竿 就改变成为 那个女孩子 扭扭捏捏捏 头戴花瓜 也就是早期的影戲,是參軍戲,道影戲劇的道演 後來因為演出,輪入民間 原本是民間,輪入民間 那個戲初的開始,都由女孩子出來角色歌舞小段,演出變化 所以影戲就由鏡腳變成蛋腳,變成裝蛋 這個是時代的變化,這就是考古學裡面的文物 你把原本的畫像一排出來,沒有一個再次拿主幹者 文物裡面告訴我 文獻裡面如何印證呢? 各位,這個杜仁傑的《莊家不識郭男》 那個文獻裡面的,開始演出的驗斷 一個女孩帶著一火,賺了幾千,在那邊什麼說說 那個就是在演驗斷,就是蛋腳在影戲做開場 還是有這些資料可以呼應 只是你眼光要敏銳 你要看得準,才能運用說明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 論文的寫法像這一篇這樣 一般是很少見的 表面看起來好像堆積資料 堆了 論述來 一部分的資料 得到某個結論 再擺出一堆資料 再從這一堆資料裡面再論述 但是我們論述 是越來怎麼樣 對你要探討的參軍系 送雜舉是越來越豐富的 就好像我們對一件事情 要去調查 找了幾個核心的 得到一些信息 然後就更從外圍的 又調查 獲得又更多 終於呢 真相大白 懂得這種方法嗎 好 各位 那 配心呢 你就把 那個 剛才說的那個 小節 念一下 第幾月啊 46月 說到這裡 我們可以給堂參軍系 發展為 送金雜舉 原本的情況 做這樣的描述 送金來自於聊 都有所謂雜劇 雜劇由廣俠二儀 廣義的雜劇與漢代腳底 東三六朝百戲 隨堂雜戲的書 都是各種技藝的總稱 而雜劇之名 已實踐於晚唐 李文堯文姬 俠義的雜劇 在教方十三附色中 已居為正色 從其演出內容考察 其所謂正雜劇 正是唐參軍系的體態 只是在宮廷和官府演出時 根據所見資料 則偏向於 遇奉見於古姬 而肌無淳為武姬笑勒的 這齊演出方式 由於古代後唐優人 盡心魔之 批天子夾 而發展為 宋代夫的演出特色 雜劇和參軍系一樣 都由宮廷官府流入民間 又由民間流入宮廷官府 映陽豐富了演出內容 由關本雜劇段數 可以看出這種現象 由田野考古資料 可以印證這種情形 其中 銀陽的佳念雜劇圖 寫實了民間雜劇的斑點 而蘇瑞成的五花篩動圖 則是宮廷雜劇的顯照 近郎雜劇與宋人雜劇不書 今雜劇改稱願本 由錯根目之史劍記載推之 因是晚期的事 因之原初願本與今願本 乃一脈相承 天野考古資料中 浸山金目五元术宋德方目 其雕端人物與宋雜劇人物 大抵可以相呼應 由此可以證明 錯根目所云 願本雜劇七十一也 而願本名目多至六百九十眾 其正願本當如正雜劇 為參軍系之敵派 而雜劇之彥段與散段 則是以正雜劇二段為基礎 所溪洲之小戲 因之完整之奉京雜劇四段 其實是個小戲群 他對參軍系來說 首先將其直接承襲之主體 正雜劇擴充為兩段 然後再吸收民間之雜劇小戲 前後兩段 形成整體雖為四段 而四段其實各自獨立的小戲群 今願本雖然與宋雜劇大抵一致 但也有它的進一步發展 其所謂之怨妖正是以達到原雜劇前身的境地 住者以為 歐馬斗路舞台 好友可能就是一場怨妖的演出 宋天雜劇原本和參軍系一樣 有劇本有音樂 應當是沒問題的事 更是陰陽佳艷的一場 雜劇寫實演出 卻不見音樂 所以應當也有以 閃縮古蹟為主 或是多加入圖歌的演出方式 雜劇如此 參軍系應該也如此 參軍系為首的參軍 叫做參軍樁 可見不只一位參軍 中堂以後 和參軍演對手系的叫倉庫 到了宋雜劇 向前文所舉資料第一條 即人中錦幼末 軍靈人雜劇 第六條季 歸宗崇寧出麗品雜劇 第十二條季 高中邵西十五年 教方雜劇 第十三條季 校中淳西間 官埔宴會雜劇 第十五十六兩條 周密季麗宴雜劇 皆有參軍主演之語 由其 第六條更雲 退役參軍做宰相 以可證演出之參軍 非止一人 凡此皆可見 宋雜劇之正雜劇 實際上是承襲參軍戲而來 直到南宋純西以後 甚至於禮中 渡中免間 主演者上稱之為參軍 而無字幕 夢兩路稱於 陸中賢存十年 其 《月二十》 《季月橋》 已記載 二雜劇 角色有 莫尼色 附近色 附近色 附墨色 莊菇 可見雜劇在南宋中葉前後 其角色已逐漸由俗稱 免變為專稱 成如尚文所云 莫尼 附近 附墨 皆為角色 專稱 而隱藉 莊菇 乃至 武林舊室所原之 系統 莊蓋 則仍保持 俗稱 雜劇之所以 有附近 而無正境 乃因爲正境 實為參軍系之 參軍莊 而參軍莊 起碼在 東京孟皇陸成書之際 以及 宣和天已經最初演出 而成為 雜劇色並列的 教包十三部色中的 參軍色 作為 樂舞和雜劇的導演 因之 雜劇之主演者 乃由 參軍莊之其他副手 參軍擔任 而近 即為 參軍之合音 故 參軍莊之副手 乃稱為 副近 而 參軍莊落在 樂舞中 導演 則俗稱 影舞 若在雜劇中 導演 則俗稱 影戲 所以 雜劇中的影戲 乃是 詩之上的正經 而 宋經雜劇院本之角色 所以增加的緣故 一方面 是應付戲劇內容的 季然演進 一方面 恐怕也是 是自參軍戲以來 參軍有時與群優同演 而非只與倉庫演 對手戲的緣故 又從上 舉 東京孟華路所記 御焰月次 但雲 舉入場 一場兩段 而至孟南路則雲 兩段或三段 可見 雜劇在內庭成映 無論南北宋 一般只演出正雜劇兩段 到了南宋 才有加上雁段 而為三段的現象 至於作為第四段的雜班 應當都在民間獨立演出 有所記均做個別性可知 也就是說 他尚未與內庭慾驗月次 但若就其他場合而言 則可能一再四段之列 所以都城即勝喊重兩路 才會說其為雜劇後散斷也 而由此 亦可見其加入雜劇的時間最晚 好 那也可見 宋雜劇對參軍系 繼承他的主體 就正雜劇兩段 後來又自己吸收延伸 雁段一小段 還有閃段 民間的小戲進來 也就是說 他雖然有繼承 但是有沒有自己的發展 也有 這才是世裡的一個自然的演性 你不能說 這個 參軍系演出在唐代 接近兩三百年 到了宋代 兩宋之間加起來三百多年 這中間沒有變化沒有發展 這也是不可能的 他的發展 就是有兩段增加會四段 但是保留還是各自獨立 還是宮廷小戲為主 但是宋雜劇已經吸收了怎麼樣 民間小戲 散斷後面吸收了 這是我們對於宋經雜劇 這個考察的一個重要觀點 然後往下來 就是 北曲雜劇成立 北曲雜劇成立以後 同時甚至於更早一點 南曲戲文也在南方成立 也就南戲北劇成立 參軍系宋雜劇的這一幕 這幕宮廷小戲有什麼變化呢 除了他們留步民間 由宮廷留步民間為院本 留步民間 他們還在新的劇種裡邊 做插入性的演出 做插入性的演出 演出之前 還有一個階段 就是和新劇種 同台前後演出 也就是前面呢 先演劍本 後邊先演妖夢 妖夢就是北曲雜劇 在同一個劇場 有同一個劇場 演 這個劇場可以演出傳統的原本 和新發出來的新劇種 這個北曲雜劇 這是我們第一考察的 就是各位 第49月所談的就是這樣 最具體的證據 就是那一段 《莊家不是郭南》 這個記載 這段《莊家不是郭南》 在戲曲史裡邊文獻資料 可以說非常重要 可是雖然重要 我仔細看學者對他的解讀 沒有一個完全對的 錯的這個什麼呢 嚴重性 有多少而已 為什麼學者會 對這個資料的解讀 會常常 常常不能很準確呢 那麼我們說過了 因為裡邊有一些名詞 像驗妖他們就搞不懂 像串罷將妖播 那個串到底什麼東西 那個妖是什麼東西 尤其那個妖的解釋 跟五花八文 事上那個妖我們知道 就是妖末的怎麼樣 的簡稱 串 就是五花串弄 院本的簡稱 串罷將妖播 就是演完院本 我們接著就要演什麼 要演妖末 演雜體 各位 這一種情形是我們中國戲劇 自古以來的現象 拿我們台灣來說 台灣的原來的劇種 是什麼劇種為主啊 像別管戲 對不對啊 別管戲以編的 嬉皮芙露 後來有鴿子戲 後來有鴿子戲 那麼他們怎麼演出啊 九 下午 沒有人看的時候 演什麼 演演這個北管 晚上呢 大家吃飽飯了 大家想要看 這演什麼 鴿子戲 所以這個是一天裡邊 前後演出 那到後來呢 那到後來呢 又前半演什麼 演北管 主體 演鴿子 那更明顯的是在北京 北京原來是哪一個劇種 統一了好幾百年的 對呀 昏劇 對不對啊 可是自從乾隆以後 昏劇開始衰落 老百姓想要看的是看什麼啊 看地方CPL房 所以就 客人還沒到 大官貴人還沒來 主角還沒到的時候 就演一些昏劇讓你看 或者熱熱鬧鬧的戲出 或者在重要的戲出演啊 那中間呢 要大家像我們現在說 中場休息二十分鐘 那時候沒有中場休息 可是有 就演 來 昏劇 大家看昏劇又上場了 就開始什麼主動的跑到廁所裡去 上洗手間 所以那時候被演昏劇 就叫車前子 車前子 車前子就是中藥裡邊 字小便不通的草藥 那你就可見 昏劇和 希望戲王戲 或者後來的精戲 是同臺並演 排在節目裡邊的 那他的輕重 就看出來了 所以戲曲呢有這個 不同這個 劇中的演出 是如此 後來發展成什麼 一齣戲裡邊 或者一個劇團裡邊 拿西匹二王來說 西匹二王 在一個劇團裡邊 演西匹 就西匹的劇目 是分開的 慢慢的怎麼樣 好 前一齣戲唱西匹 第二齣戲 接著來唱奧房 也就是同一個劇目裡邊 可以包含 包含不同長次 唱不同的腔調 不像以前西匹二王 劇目不一樣 好 這進步了 接著再怎麼樣 前半段唱西匹 後半段唱什麼 奧房 就在同一齣戲裡邊 西匹二王來唱 西匹二王來唱 和媽媽還能融在一起啊 西匹的高框 轉低這個什麼 奧房的抒情 低情 就西匹轉奧房 在同一個唱段裡邊 這就是什麼啊 西匹音樂啊 他本身呢 他本身呢 由分離 慢慢融合的 一種現象 那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院本 和新興的表情 雜劇 他們怎麼融合呢 第一步 是前半演 演什麼啊 演本 後半再演什麼啊 別起雜劇 妖夢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以 妖夢 別起雜劇為主體 各位看看這個目錄 目錄裡邊 也就是 第三章 南西北濟中 插入性的原本 什麼叫插入性的原本呢 就在遠南去西文盃去雜劇的時候 比如說 張生 都像是病了 那找醫生來看病 一說紅娘就去找醫生來 那這醫生看病的時候 就插科打混 調劑場面 像把原本裡邊的雙痘衣 就插進來 所以像這個 有一個啊 有個焦洪劑 第幾月啊 五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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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 好各位 像焦洪劑 南氣北劇中 插入性的原本 我舉的例子 這裏 佩心法這段 五十月 而言 插入性的原本這裡 就因為原本 就因為原本 和雜劇曾經同台前後演出 所以 後來 有些南氣北劇 也有夾雜原本演出的情形 譬如王師傅《西鄉記》第三本中 當張生因相思成命時 有靜半結 以太衣上雙痘衣科半了 而原唐宗儀錯根路 卷二十五 院本名牧 在朱雜大小院本分目中 正有雙痘衣一本 南氣寬門子弟錯立生 也有叫個大唐院來做個院本解悶 和目的院本之餘 名朱友敦 旅動兵花月神仙會 雜劇第二折 更有 半結姬父母莫尼上 相見了 和院本 長壽仙 現相牽授 院本上 而具備院本全文的情形 而劉隊 焦鴻記 上下卷二本八折之中 竟插入院本其處之多 一 院本 建上本第一折 深純初訪王偷看家 以院本為家宴中余姓上演 二 院本書簽法 建上本第二折 深純由成天寺一場中上演 三 院本 無名建喪上本第三折 在深純由皆知一場中上演 四 院本 建小二哥 建上本第四折 在深純與王偷看一同旅行之一場中上演 五 院本無名建下本第一折 在深純登記後 王偷看祝賀一場中上演 六 院本 黃丸兒 建下本第三折 在深純墓病 照醫診查之一場中上演 七 院本師婆旦 建下本第四折 在深純墓病 招屋降神之一場中上演 其中 黃丸兒 師婆旦 聚建 錯根目 院本無目 據此可見 院本在雜劇中 石油 魯姬歌舞 以調劑場面之效 而院本也 終於為北曲雜劇所取榮了 好 下邊我們舉例 各位就自己看 由此可見 什麼樣呢 兩個劇種 一個慢慢變複俗 它複俗的作用 就為了調劑新劇種的場面 因為院本的特質是補劇灰血 所以碰到古蹟灰血的場面的話 你都可以 都可以用院本來調製 而這個院本是現成的 具作家只要說什麼 院本上根據什麼眼就好了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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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這個什麼呢 這種啊 也慢慢形成啊 中國戲曲上 有一種叫做情節的程式性 什麼情節 這個劇本也可以用 那個劇本也可以用 打個比喻說啊 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什麼呢 安東 安童哥買菜 有沒有啊 安童哥買菜啊 他到菜市場去買菜 就點出了當時流行的各種菜名 古蹟灰血 很離俗性 大家聽起來也很舒服 那請問 梁山伯要去看 住英台的時候 可以不可以先叫安東哥去買菜啊 準備家宴啊 這可以啊 不用 那在鴿子戲裡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劇啊 很有名的 十四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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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安童哥買菜 所以像這個呢 就可以挪用 挪用 你們知道 鴿子戲為什麼 以前流行啊 流行那個 即興式的演出啊 不必要排人 他只要一個收績事務來說 誒 第一場就夫妻相會啊 你們兩個出會啊 那夫妻相會 就有一套夫妻相會 看到什麼 蹲個腳啊 衝過去 唱兩句 哭頭啊 所以只要說夫妻相會 他就可以演 你都要夫妻相會 因為演夫妻相會 有一個模式 這個英雄救美 那一定是有小丑出來 調戲什麼啊 調戲這個千金小姐 英雄路過 打抱不平 於是就把這個什麼 小丑打 打跑啦 或者打死啦 然後把這個美人救灼啦 情人一定是這樣 所以他說 下一場的英雄救美啊 他就可以把別的英雄救美 湊合在一起 還有那個曲調 曲調都有一種模式 什麼樣的曲勢 可以套入什麼樣的語言 而這些演員都已經 記住了好些唱詞 唱詞反正就七個字 所以演員呢 像達古老 手中要比兩個字 我等一下要唱什麼了 他挪鼓點一打 拉胡琴就說 哦 你要唱一下 這個 演員一唱出來 就合拍了 這個叫即興式的演出 原故是我們中國戲曲的 這個演出和故事情節 產生一種誠實性 就是說 一種類型 可以運用 像這個 这个艳本融入到里面 世上也是个历史 谁都可以取用 这是这一类 可是这一类 你演出的时候还是游领在外 还是艳本演出就是艳本的形式 并没有和北曲杂技融在一起 它插入在里面 再进一步就是插科打混 把它融入到北曲杂技的演出 把那个艳本的角色像靖汉默 专门在插科打混 就变成北曲杂技南极戏文里面 角色那些语言情节融入到剧情里边 所以插科打混就和北曲杂技的整个戏出 形成它的一部分 只是它的功能就是剧情 事实上就是原来呢 原本的那个遗留的咒风 把它融入在一起 好 休息一下 刚才说到像这样融入性的 它等于把宋经杂技院本整个融在里边 宋经杂技院本的魂魄就改成七魄在 在这个南西北劇的载体里面 成为北西杂技的一种内海 可是这种内海 它实质上就是宋经杂技 它传下来的那个那个韻味 那些滋养被吸收了 越早的南西北劇 吸收这个滋养会越多 像张学状元 这南西的第一部作品 现存第一部作品 我们在座啊 佩馨是研究南曲南西的 南曲系的 你哪一天重读张学状元 你就可以仔细 还是用一个题目 张学状元中 宋经杂具院本的知影 张学状元中 张学状元中 或者宋杂具的知影 比较 因为院本他的时代啊 张学状元可能还比 比这个院本早 里面就会有很多 可以呢 把它提出 它融入很多的小戏在里 那你又可以看出 宋经杂具 要主演的都是静梦 静和梦 但是在张学状元 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是静梦 那样的演出 生 但 尤其生 也会融入在里面 所以他刚刚融入进去的一些现象 你就可以归纳出来 这个大家没注意 反正你就把它记录一下 也是有趣的事情 好 最后呢 最后一节啊 就是 他转型了 清代的取义象生 参军系的转型 那你要说他转型 必须要先对象生的这个内涵 象生本身在表演说唱里边 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然后才能看出象生中之参军系之眼 也就是象生中 有好些显然就参军系的 那个演出的形式嘛 那参军系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戏曲小戏 工程小戏 可是象生呢 是一种收藏艺术 由收藏艺术变成戏曲 这个是自然的演进 可是他呢 经过轮回一下 参军系又回到了怎么样 回到了最原始的收藏 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各位在第67页里边 我们也有探讨 也有探讨 我引了一些名家的说法 然后呢 对七十一页 象生中之参军系之眼 就是我们把它提炼出来的 好 好 我先把这段读读看 通过以上对象生的了解 我们再来观察他和参军系的关系 有以下几点相近似的地方 其一 象生和参军系都无长篇大论之证文 不过就实施则十一二 予以模拟仿效 加以击评以功效乐 当然也有同样纯以为效乐的 其二 象生一人 说学逗唱的本领 比起 参军系 林蔡君 宋经杂剧院本之正杂剧正院本 其主演者 附近 要有散说 暴面 科幻的记忆 是可以前后呼应的 一集象生之说 对其散说 象生之学 对其磕犯 象生之斗 对其悼念 象生之唱 对其如刘彩春之 歌声彻云 其三 象生之单口象生 与宋经杂剧院本之念段 演出似乎有相近的情形 对口象生 则显然 中行以后 参户 咸淡或 宋经杂剧院本 附近覆墨 发桥打混的演出模式 象生之所谓 一头尘 子母梗 乃至于 罐口 也都可以在 参军系 宋杂剧院本中 找到遗迹 一头尘 譬如 三角论 子母梗 譬如 双痘衣 罐口的 譬如 逗鹅鸢杂剧 禁学 在无依上场的一段滚白 至于群活 则有如 参军系之 群优会演或 宋经杂剧院本之 母花串弄 具体的例子 如常双仙 运本 其次 至于象生之结构 电话 瓢板儿 振脱 以四个层次 如果拿比开仙 打雅杉剧本来 提出的话 除了电话不明显外 其他三个层次 是婉然刻度的 其五 象生中的 傻子 形象和 呼打动作 正是五代以后 弄痴 被参军系 吸收以后的 演出特征 由此 无点 相近死的地方 我们能说 象生和参军系 以及其离开 宋经杂剧院本 毫无关系吗 那么 期间的关系 就是如何来的呢 那是因为 参军系的演出方式 及其武器 威胁 寄于 讽刺 嘲弄的特质 其实 一直依存于 中国戏剧 宋经甲军院本 宋元 南戏北剧 明清传奇 乃至于 近代批荒经历之中 而到了 清前途之际 六个艺人 从中提取出来 发一个光大 因而 碎变转型 成为 再度 娱乐教育 广大 群众的取艺 因为 它是以 艺人之 相貌形容 喜无哀乐 使人 观而解疑 以 画的声音 变出 赤诗呆啥 仿作 龙虾哑 学各省人说话 和同之声音 以发音笑柄 应名之为 相声 这样的相声 因为渊源有字 虽然 只取之于 参军系的 狄派子孙 但既是狄派子孙 也自然与 男族都所近似 我想以此来解释 参军系和相声的关系 是比较合理 而接近事实的 前面的解译 男人念诈 纵上蜀论 可见 参军系原始宫廷游戏 其于东汉河地之气弄方官 上城汉代脚底风 而令名于护照时乐 入堂已变为假官系 用作共建于笑乐 中堂以后 主演之参军位之参军庄 其后参军与仓库鲜单对比 同时亦流入民间 音乐歌舞等表演艺术 亦一知大计 五代以后 演出形式加入扑袭的动作 而且将北朝以来 流行的弄斥吸收其中 到了宋代 参军庄变成 《教方十三菩色》中的参军色 直思 略舞戏剧的指挥和导演 参军戏本身变成狭义的 宋杂剧中的正杂剧 夹在《乐舞》杂技中演出 一场必须难断 而为《教宝十三菩色》中的正色 这时的参军变成影戏 以及《敬》直思导演 差不多变成莫尼 以及莫 为剧团之团长 而主演者则由他们的副手 所谓副警部门去担任 杂剧的演出 每一场通常四人或五人 如果五人不是加上一位 办事官员的庄姑 就是加上一位 装扮妇女的终丹 剧团虽然通常也以四五人为准 但有时一团可以附近三人 而不是八人 宋杂剧在宫廷或冠府的演出 纯出笑乐的几乎没有 大地是玉奉剑鱼姬 而从文献记载于田野 考评资料多起印证 可知民间杂剧之盛行已成玉常无乐 《正杂剧》二短又先后加入和吸收所谓印段 和作为散段的杂半 而形成四段各自独立的小戏区 与南北宋绿剧的辽基亦同样有杂剧 《金杂剧》后来改称作《愿本》 所以《杂剧》《愿本》其实一眼 但《金愿本》有其发展与进步的地方 譬如在演义方面 附近更讲述 暂说悼念《金斗语科范》 而《金默》更出现所谓《愿迷奥》 实质上已是《愿人》杂剧之所谓标默的前身 《宋经》杂剧院本到了南系北剧 院本与北剧同台先后并演 然后一方面作插入性的演书 一方面逐渐融入其中 作用都在调剂场面 而既融入其中 就成为南系北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集所谓插科打棍 《金愿本》和南系北剧中的 《金附近》和《墨附墨》 由于原来《金仪器》 吩咐和墨主张为长的 职务和作用逐渐消失 又由于角色光幕相同 因此《金附近》和墨附墨 乃没有毁撑的现象 而在原法剧里 墨进直思主唱全剧 于是原本打棍的任务 也简直对比限度 此时之境 虽然负其原本融入 后《武器调效》的大部分 身份为丑爵所取代 而至《青皮黄》 《过绝》 《金鱼消失》 并入深行之中 竟亦转变为气度辉荣或性情刚某之角色 而将《武器调效》的任务 完全交给丑爵去承担了 重观参军系的演化史 虽然随代艺名 有所转变和发展 但其精神和面貌 则依随于历代具种之中 而且随时随地 幻然刻度 甚至于将其晚清和睡变再生 而为所谓取义相生 则可见中化五花以内相传 身后梦愿 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是多么伟大而永垂不息 你看 一个小研究 但最后呢 说的是什么 大道理 说的是大道理 确实如此 虽然它是一个 过去的一个研究 但是 我们中华文化 就是 它的绵延 之长 它有利也有弊 利就是 它成为一个统绪 非常坚实的 一代传一代 这么下来 成为我们民主的 一种精神面目 可是呢 如果说它的毛病 也是因为根深底固 一下子容易不容易把它改变 或者完全翻新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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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对于传统文化 和现代化之间 我一直 强调 我自己也那么在做 就是扎根 扎根传统的怎么样 創新 扎根 传统 就是 汲取传统的美值 这个美 这个美 不只是过去的美 现在还是美 这个我们要把它 汲取下来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注入 现代的这个 生鲜活摄的新滋养 现代的 艺术文化的元素 现在呢 可以这个什么呢 组织向上 向前 更开阔的 那种路途的新元素 把它融入其中 融入其中 这个就是创新的一个动力 把那个不合时代 人人就也不可了 比如说女生 叫他们怎么样 绑小脚 你们在做哪一个愿意啊 可是古人不这样 嫁不出去啊 因为他是一个洛书 男人的变态心理 要搖曳生枝 为什么芭蕾舞要用贴的尖尖的脚啊 一样道理啊 而且像明代这个时代 更可怕啊 大方贵人 连宋代 所以我常读啊 这个中国文学 恨不为唐宋奸人 如果我们这个读书人 是唐宋奸人 你看 在骆驼 到哪里 苏东坡 这个什么啊 秦操 还有在海南岛 那个是谁啊 苏东坡的机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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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 苏东坡的机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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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对苏东坡 聖賞 天下有这样的女人,你还不爱她? 朝雨,你看 那个秦朝的歌舞多美啊 但秦朝也会 禅学和佛印都可以来往生 但是他们饮宴复食 你的白鸡已经穷得不得了 还有凡数小马,还有什么指根 这就古代啊 一个男人,对不起我说都是古代 男人正妻都是摆样子的 男人真正的爱情都在歌舞女 唐代还有女道士 明代还有岳父歌集这些 明代更糟糕 是中国历史上最欧臭的一个时代 叫鸾桶,你们知道什么叫鸾桶吗? 小孩子 那个大官归人家里 姬切成行,鸾桶成群 莫名其妙 那个时代就这样 而且是公 是大家 席焉 不这样 还不敢唱的朝雨 没有人来批评你 你这样有什么不对 你看那个时代 像这些,你说还能存在现在吗? 所以扎根传统是美直 那些恶劣的 这个糟粕 是要驱除 新的观念 新的计法 这个新观念新计法 一定要 要组织向上之路 提升 要开阔 远大的视野 要向下 又有深厚的内涵 这些要 汲取进来 这个汲取的方法 我举了两个例子 几十年来我都举同样的例子 人人都佩服的不得了 海内外 我现在举给各位听 就是 传统 现代化 如何积取 创新的比喻 第一 当年 中央日报办了一个 一个什么 作家休闲之旅 我们就到了 胡寿山的农场 胡寿山是当年 荣民 台湾的老兵 退伍 政府给他们 一块山坡地 去做 开墾农场 的地方 台湾的农业 了不起的 是世界 不止对两岸帮助很大 对非洲各方面 去农业的企业化 农业的改良 所以台湾的出产品 原来 小小的 这个什么 枣子 现在变芒果枣 对不对 那个 那个 释迦 哦 那个 现在是什么呢 凤梨释迦 那多大 那个芒果呢 我们小时候吃的芒果 都这么小 沾满了芽 但是 那个汁很甜美 可是现在 台湾的芒果 各式各样的 改良的品种 这个 这个数不尽的 好 胡寿山农场 这个任务 其中它培养了一种 叫做台湾水蜜桃 那个农场的副厂长啊 撇着我 他真叫做 这个就台湾水蜜桃 我说怎么摘撇的啊 日本的 我们 吃 台湾的 茅桃的根 日本的 水蜜桃 种在台湾土地上 一个一个倒喂倒喂 水土不 没有一棵可以活的 我们自己的茅桃 长出来就这么小 上面毛毛了 吃起来 涩涩的 一点都不好吃 把那个茅桃的 留下根 把水蜜桃的植物 接上 互相排出 接不上 我们发现有一种 叫做矮沾木 那个沾就是木之边一个人 占卜的帐 矮沾木 把他 矮沾木 接在 茅桃的根 下边 上边 接上 日本的枝 嘿 他们两个敌人呢 就握手 向中路这个战争结束 偶偶索 这个 就接上来 于说日本 的那个水蜜桃的 瘦大 多枝 和台湾 小茅桃 综合起来 以台湾土地的滋养 来生养 形成了一个 瘦大 香脆 不多枝 但不苦 不奢的 台湾水蜜桃 他和日本 没有日本的多枝 甜美 但是 有日本没有的 香脆 台湾所不能达成的 什么 的那个 那种香脆 而且 台湾的苦涩 没有 这就是 现代的台湾水蜜桃 是这么来的 这我从他那边得到 你说 文化的传承 中西 艺术文化的融通 是不是从这个比喻 就可以出来啊 我们要不要扎根 跟我们传统啊 没有茅头的根 激取不了我们 中华文化 的这个滋养 台湾土地的 肥沃的滋养 它不能吸收 光有日外来的东西 历史背景不一样 文化这个什么 文化的内涵 直性不同 不能融合 所以要有一块矮沾目 这一块矮沾目 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 那个 高采 俊俊 有真正的学养 真正眼光 他可以把 他可以把 两种不同东西 去其糟糕 存其优美 调适融合 开创的 那么一个人 这种人 非常重要 我们所缺少的 我们所缺少的 恐怕是这样的 好 我要自己创来一个 这是我自己创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文化书学论 如果 如果你生病了 你的血型是A型 必须输血 你必须要有一位什么 一位 良一 这个良一 他很准确的 判别血型 不能把O型 变成V型 把V型 变成A型 这样乱搞一起 判准了血型 他输入A型的血 因为你本身A型的血 所以是同质性的东西 可以融通 各位 人类虽然 人种不同 历史 文化 背景不一样 可是同为人 会不会有人类 相同的美感经验啊 相同的这些什么呢 可以彼此结取的长处啊 你把这个彼此 相同的 把它输入进来 你的血液 丰沛了 你病当啊 可是你也可以什么呀 你有那个掩饰 可以了解 所以 虽然 虽然 中西的文化 直性不一样 但是 它呢 凭借某一种 这个现象 就可以很自然 融通融会的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啊 当然也有 就像血型里边的O型 你没有A型 你可以取O型 输入 最需要的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 照样 得到O型 还是可以健康 所以这个是 是手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输入 很可怕的是什么呢 半瓶醋 谁眼不惊